台中等會倒數最後兩天 民眾搶看分秒必爭 主辦單位預估 晚間將會湧入180萬的賞燈人潮 就怕人擠人車塞車畫面再重演 民眾一早就先來搶看 晚上不敢來 晚上不敢來為什麼 就怕擠啊 早上先來看一看 對啊 等一下可能 等人多就要準備要走了 民眾怕擠 怕塞 怕人潮 主辦單位也聽到了 人流車流預先做好規劃 公路鐵路高鐵全力支援 像是台鐵就宣布加開51班次 還有加掛車廂以及增加停靠車次 高鐵兩輛自由坐列車 疏導遠程旅客 一般公車更加開到3000班次 如果人潮還塞住 40輛的接駁遊覽車 就停在台鐵正門口 要將人潮輸運到台中火車站 台鐵跟高鐵增加班次 配套的措施我們都已經規劃 而且也做過演練 除了人潮疏散 車站進出也做出了管制 維持三號門只進不出 四號門只出不進的原則 台鐵車站更規劃了三線分流 分散搭車上燈的旅客 最右邊是給出站的旅客 會直接引導到三號出口 中間則是給進站旅客 路線一路從四號出口引導進來 而最左邊的則是維持高鐵 和台鐵的通道 台中燈會進入最後倒數 主辦單位預估整個燈會展齊 賞燈人次上看一千兩百萬人 主辦單位繃緊神經 加派遠景致功 要讓一百八十萬人潮不再 塞塞塞 日和龔玉德 陳廣睿 SNG小組在台中的採訪報導